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表示支持和欢迎的 因为这个方案基本上是吸纳了我们民建联一直的提倡 包括一些免资产入息审查是安排受影响的居民上楼 和增加这个特位补偿的津贴的 那看回这个新的方案除了适用于一些新的发展区之外 也都会适用于政府日后的公务工程 我相信有了这个方案是能够加败日后政府工程 和政府新发展区的收地的时间 和可以加败那些发展的 因为我们看回过去以新界东北为例 它是由2008到今天都没收地历时十年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收地的安置和赔偿计划 是不能够和村民达到共识 所以一直都拖着在这里的 所以我相信新的安排是能够加败在新界新发展区里面的收地和发展的 那今次的安排主要和我们有点分别 我们过去要求免资产及入息审查上楼是希望用防委会和防协两个都做的 因为两个都是政府的法定机构 但是今次政府的公布是以防协作为一个执行的单位 所以日后所有新的发展区如果它不符合在防委会里面的资产入息审查的安排上楼的话 它可能是可以透过防协的一些的专门的安置单位 专属的安置单位是上楼的 那这个其实的灵活性是可能比防委会是少了的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防委会的单位 包括今天或者将来兴建的新的单位也好 都是会比防协多很多的 现在公布的点防协是有三个 但是最快的那个可能都要去到2022或者2023才是安排得到的 那新界东北会在明年2019年年中是预期会收地的 所以我自己刚才都和一些村民甚至乎村代表谈过 他们是认为现在现时的计划 如果要安排在三个的防协的专属的安置单位里面 其实在一个时间上面和他们有个差距的 所以他们是提出要求作为一个过渡的时候 希望可以在防委会下面 上水站即将建好的宝石湖村 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安排 作为一个缓冲的安置 希望可以统一安置新界东北 包括古洞北或者品领北的居民 在上水站防委会下面即将建好的宝石湖村 而对于日后只能够在防协的专门属于安置的单位里面 作为一些的免资产入息审查这个方向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一个先决的前提就是 政府要预先在一些的新界地区或者新发展区里面 是要拨多一些地给防协兴建这一类的单位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在新界防协的单位是非常之少的 那如果到要发展某一块农地或者某一个村落的时候 先来去兴建 又可能会好像今次新界东北那样 有个时间价差的出现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率先拨多一些地 是给防协在新界区里面兴建一些安置的单位的 另外我们也觉得现在其实土地是非常之欠缺的 刚刚这个土地供应专政小组也都说了 香港最少差1200公顷 这个也是保守的数字 所以我们看回其中一个选项 就是新界的棕地 亦都是和新界的荒庇的农地 在里面加上是最少超过3000公顷 这些土地可以利用的 那我相信呢 今次公布的新的安置及赔偿计划的新方案呢 亦都是适用于日后这些地方上面呢 那我觉得是有助于日后棕地的收地 和荒庇农地的收地 那所以我也都会强烈建议 所以我们也认为小组也好 或者政府也好 未来的土地呢 是可以考虑多些 在这个的棕地和荒庇的农地里面的 因为政府将来的收地呢 应该是会比现在的情况是顺畅了 和快了的 那 那最后呢 就是关于那个 特惠普常津贴由60万呢 是增加到120万 而且申请的条件也都放宽了 我们都是表示欢迎的 因为看回 基本上现在60万这个数字呢 是2009年 就是有关蔡元村的安排呢 特别去叫做特事特办 但是距离现在呢 基本上已经有9年至10年的时间了 但是市民现在其实拿了这60万呢 他要去找回外面的单位去买也好 或者租也好呢 基本上都很困难 那所以今次的调整呢 是将60万加倍去到120万呢 我们认为是相对比较合理一些的 那市民也都会相对容易去接受的 那现在其实 就是防协那个剩下的那个空置单位呢 其实都是比较少的 我自己看回的数字都不多 那所以我相信呢 短期内政府说要做一些的过渡安排呢 都是仍然是要用防委会的单位呢 是作为一些的过渡安排 那对于棕地呢 原本由10年的作业者要经营10年才可以赔偿呢 去到现在的7年呢 我们都是表示他支持的 那但是这个问题呢 是除了赔偿呢之外呢 新界的棕地的作业呢 还需要一些安置的措施的 那所以我希望政府不要只是想 放宽10年去到7年 对于那些棕地作业者呢 是有个赔偿 也都应该要考虑呢 好像一些现在受影响的寮屋居民一样呢 在看一下怎么样去协助 现在的棕地营运者呢 去找一些的土地 或者找一些地方呢 帮助他们呢 可以继续他们那个 有关的作业的营运下去的 那想看大家对于这个 有没有什么意见想问一下 第一呢就是 既然他们现在没有棕查 那样去协助的单位 那些人呢 就基本上有个人家 農民的述商 第二呢就是 那样的呢就是 他好像既然是没有棕查 那样的那样的 那样的那样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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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本人都真的认识 尤其是 如果正今优惠了时 它会不会导致 在日后上 有任何新计划时呢 那样的时候 这些人会不会想 有更加多别人的案件 或是保护社会 或者是任何公司组辖 第一个是azione 它跟这 advice 很 dobr OK 我自己认为 这次那新的安排 是用防協 作為一個專門的安置單位 是可以讓受影響的遼屋的居民 免入適合資產審查上樓 這個是一個基本上一個合理的安排 因為其實抵翻新界東北 因為安置和賠償的問題是一拖再拖 原本那個收地的時間是幾年前 到現在是要拖到明年 所以如果早一天去收到地的話 其實是可以早一天去見更多的公屋的單位 新界東北可以建十幾萬個公營房屋單位 相對起其實現在我們看回數字 大約受影響的新界東北的遼屋居民 其實是千幾戶 如果能夠盡快安置這千幾戶 是騰出土地去興建十幾萬個公營房屋 我覺得這個是政府應該要做的 以及應該一早要做的 以前的方法 雖然說可能會不會影響到現有的單位 但是因為一路拖下去只會得不償失 令到那條隊是更長的 至於你說一百二十萬 是不是一個合適的數字呢 當然對於現今的樓價來說 一百二十萬可能 比起首期都未必足夠 但是我們看回 相對於過去六十萬的特惠寶償貼 這次其實已經加倍了 我們要照顧受影響的居民 也都要考慮公眾一些的看法 所以我自己都覺得這個是取得到一定的平衡 也都相信是會社會各方面都容易接受 是容易得到通過的 我也都想說這次的安排 過去其實每一次新的發展區來講 都會可能有不同的特事特辦 所以令到那個收地的進展 是一路緩慢 或者居民有一個期望 就跟政府去講訴 希望每一次都可以有新的特事特辦 這次是落實了一個新的機制 日後所有新的發展區 或者公務工程 都根據這套機制來做 我自己覺得是可以令到日後 那些村民的疑慮也好 或者不安可以減低 有助於加快收地和加快發展 我相信政府要實施這套新的安置及補償的新方案的時候 同時政府也要做好把關 還有要在原先的凍結登記制度裏面 是做一些改良的 原先的凍結登記 我自己覺得是有一些缺點的 包括就是 它雖然可能凍結登記了一些寮屋的住戶 但是這些住戶如果在收地之前被迫遷了 它最後都是不能夠獲得上樓的 所以我希望新的安排的時候 都可以統一滑線 只要它在凍結登記做的時候 無論它是在收地之前被人迫走 或者在收地的時候繼續留在這裏 除了保證的那些年齊 中地的經驗 有甚麼方法可以幫你 有很多人是做一些交通 尤其是運輸的那些 或者說工業 怎樣幫你錢 好 我們看回中地的發展 就是中地的補償 雖然剛才都說了 是放寬了由10年 去變成7年 但是這個只是可能在經濟上面的補助 有很多在棕地上面的作業者 其實他們仍然希望可以營運他們的作業 也有很多的 例如物流的行業 或者回收的行業 都在一些棕地上面 如果某某然是收到棕地的時候 他們都要找一些地方去做 所以我覺得政府 除了要規劃一些地方 作為居民的安置的住所之外 也都應該在一些新發展區 或者新界 是規劃一些土地 作為一些棕地的安置規劃的 好 我稍後再答你了 好 好 谢谢大家